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诸位是说 其余三法不打紧 指第四法有仪 族领们一起拱手 老树长明断 失去个鸟 老营本粗口献骂一句 碰碰点着竹杖 往事营族历来独成一戏 与其与旁之不相扰 这第四法只是说 谁做秦王 谁的子女没有敌数之分 所知只怕堵塞了数子贤才的进路 其余非秦王家族自然有敌数 任何一代只惯秦王一人子女 足系乱个肾 再说了 此者书长府 白吃饭 怕个鸟 族领们纷纷恍然 哦 也是也是 终于 族领们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句 我等无异议 好 此事 撂过手 老营本奋力一阻竹杖 站了起来 眼看将要入东 关中族领各归各地 隆西北地等远地族领可留在咸阳窝东 开春后再回去 呃 散 雍城族领高声一句 老书长 我有一请 呃 说 秦王大婚在即 王族当大庆大贺 我等当在亡婚之后离国 族领们恍然大悟一片呼喝 哎 对爷 好主意 秦王大婚酒能不喝吗 嗯 哎 也好 老夫立即呈报秦王 诸位 听候消息 族领们各回府邸 立即忙碌起来 最要紧的是只有一件 立即拟救秦王大婚喜报 预备次日派出快马 飞回族地 知会秦王即将大婚消息 卓族人 卓族人预备秦王大婚贺礼 并请族中元老尽速赶赴咸阳参加庆典 谁料 各路信使还没有飞出咸阳 当夜三更 四车书长府传车便将一道秦王特级王叔 分送到各座营族府邸 王叔只寥寥数行 语气冰冷强硬 我帮我族大业在前 不容些许荒书 正娶一女人伦寻常 无需劳国劳民 我族乃国之脊梁 更当替力奋发 安得为一王之婚而举足大洞 秦国大汉方过 万民尚在恢复 嬴氏宁不与国人共奸威虎 一道王叔所有族领都没了话说 当夜五更之前 咸阳嬴族府邸坐坐皆空 嬴氏之脉的族人们全部离开了咸阳 只留下了作为王族印记的永远的咸阳府邸 四车书长老嬴奔来了 坐在宽大的两轮坐踏上被两名仆人推到了咸阳南门 面对一对队 络绎不绝的车马人流火把长龙 老嬴奔时不时挥动着那只竹杖 可劲儿一嗓子大喊 好后生 好后生 嬴氏打天下 不做窝里兆 老嬴奔这一喊 历时鼓起阵阵声浪 嬴氏打天下 不做窝里兆 好后生 好后生 几乎淹没了半个咸阳 说乎陈氏方起 万千国人赶来 聚集南门内外肃然两裂 为嬴氏出咸阳壮行 直到虹日升起 双雾消散 咸阳国人才渐渐散开 九四饭铺房间巷旅 询问室友 聚相议论 老秦人无不感慨万端 一时间秦人打天下 不做窝里兆 广为流传 变成了与啾啾老秦 共赴国难 同样荡人心魄的秦人口誓 大雪纷飞 一辆锤帘自车淋淋出了幽静的驿馆 从窗笼缝隙 看着入冬第一场大雪 李斯莫名其妙的有些惆怅 京水河渠完结已经半年 他还是虚任克轻 虽说没有一件国事不曾语文 毕竟没有实际直视 总是没处着落 先生 秦王在书房 李斯恍然回身 对玉手点头一笑 一步出车 向王城书房而来 硕大的雪花盘旋飞扬 王城电阁楼宇圆驰皮 陷入一片茫茫白沙 天地之间平添了三分清新 将过石桥 李斯张开两臂昂首向天 一个长长的吐纳 冰凉的雪花连绵贴上脸颊 猛然一个喷嚏 李斯顿时精神抖擞 大步过了刚刚开始积雪的小石桥 秦政一指身旁作案 先生入座 辽炉火小 不用宽衣 李斯油然赶快 君上终是硬朗 偌大书房一只辽炉 冷醒人热婚人 给先生新煮宴茶 不知哪个位置答应了一声 总归是嬴政话音落点 赵高已经到了岸前 对着李斯恭敬轻柔的一笑 探看煮好 先生便到 又烫又咽 先生暖和暖和 面前大茶中热气腾起 李斯未及说一声好 赵高身影已经没了 嬴政扣着面前一卷竹简 先生还记得太庙巨坛吗 臣起君上 太庙有据无谈 哈哈哈哈哈哈 先生好记性 今日依然你我续谈 半平君上 小高子 知会往晚 今日任谁不见 带赵高答应一声走出 嬴政回头 目光炯炯的看住了李斯 今日与先生读会 与计较一桩大事 嬴政务求先生口无虚言 据实说话 李斯凯然一句 臣有虚心 相无虚言 好 先生以为 秦国目下头绪 何事为先 头绪虽凡 以架构庙堂为先 任文先生谋话 秦国庙堂之要 守在丞相 上将将立 庙堂位 廠位 长使四柱之宣 嬴政很感心鲜 兴致勃勃勃 。喔 四柱之说 不? 先生发端 哈哈 音由何在? 丞相 总览政务 上将军 总领大军 庙位 宗司执法 掌使执掌中书 此位庙堂四柱 四柱定庙堂安 四柱非人 庙堂惠明 四柱之选 先生可否 逐一道人 君上 临选四柱 陈下相不智慧 李斯大为惊愕 嬴政笑了 残着谋话 有何不可 如此 臣斗胆一言 丞相 往往可也 上将军 王俭可也 庭位 许知法之臣 一时难选 可由国府 与郡县法官中 剪拔 或由国政监改任 掌使 为蒙田与君上 默契相得 可看大人 李斯自针 拒拒拙 说完 额头已经是 细汗层层了 一阵漠然 嬴政一探 先生之言 岂无虚哉 君上 臣 何有虚言 李斯擦拒 李斯擦拒着额头汗水 嬴政 面无喜怒 平静如水 先生 如此百步 将自己 安在何处 臣 臣 岂 岂敢 为自己 谋 谋官 谋职 李斯第一次 结巴了 年轻秦王 有些不愿 但已 攻心 谋国 先生不当 字外 于庙堂 臣 臣 惭愧也 突然 李斯挺身 常跪 面红过耳 秦王 连忙 扶住了李斯 嬴政鲁莽 先生 何出此言 快请入座 君上 臣虽未自荐 然 绝无 字外 妙堂 之心 李斯 物字 满脸 战红 嬴政 深浅 莫测 一笑 先生 步步 如履薄冰 踏日 安德 披荆 斩棘 臣 李斯 陡然觉察 任何话语 都是多余了 先生 只说 木下 秦国 先生 摆在 何处 最事 妥当 以臣 自料 李斯 突然 神色清朗 臣 可认 庭尉 可认 掌使 好 实言 终归 感人也 嬴政 拍案 大笑 疏忽 脸去笑容 离岸战起 不胜感慨的 转悠着 先生 不是 大才也 若非 木下 朝局 多有微妙 先生 本该为 开辅 丞相 总领 国政 国政 如此 国事 由先生 担纲 嬴政便可 放开手脚 谈整 内外 大局 奈何 庙堂 元老 层层 先生 又尚在 讨喜之中 骤然 总领 国事 实则 害了 先生也 嬴政 唯恐 先生 不解 我心 又恐 低职 使先生 自觉 委屈 是一方才 逼先生 自料 自己 先求 先生之 真心也 先生 毕竟 明锐过人 自举之职 恰当 之极 然 则 嬴政 还要 再问一句 宝费 与 长使 墓下 何止 更 疑 先生 李斯 李斯 没有任何 犹豫 张使 为何 张使 身 居 中 书 绝位 不显 既立 某国 又 立 讨喜 评位 何以 不宜 评位 位高 绝险 执掌 却过于 专一 以 大政之时 不宜 动荡 之期 银政 拍掌 大笑 哈哈 不谋 而合 好 眼看暮色降临 窗外大雪茫茫 君臣两人浑然望我 一路直说到出庚方才用饭 饭坝又说 直至五庚鸡鸣 李斯才出了王城 回到驿馆 李斯又疲惫又轻松 想睡不能安卧 想动浑身酸软 眼睁睁 看着窗外 飞雪 化成一片日光 这才大起汗声 开眼之时 庭院一片雪后晚霞 分外绚烂 李斯猛然坐起 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郑玉 起身沐浴 呼闻庭院车声淋淋 随即一声长呼 贺卿 李斯 接王叔 李斯尚在愣证 特使已经大步进入正厅 三日之后 正殿朝会 客卿 李斯列席 大韩朝会 天下罕见 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小朝会 与会者除了李斯一个客卿 全数为十职大臣 青药大臣 均为与会 大力之类的十权主官也为与会 朝会人数很少 地点却在咸阳宫正殿 这座正殿很少启用 寻常朝会 多在东西两座相对舒适的偏殿举行 今日 当大臣们踩着厚厚的红毡 走上高高的三十六级白玉台阶 穿过殿台四只巨大铜顶 走进穷隆高远 气局开阔的咸阳宫正殿时 庄重肃穷之气 立即强烈地笼罩了每一个人 平前 一台青铜王座 横廓过丈 光芒悠悠 接下两只大顶 青烟鸟鸟 顶前六尺之外 十二张青铜大案 在微微石柱下 摆成了一个雀口朝向王座的三边形 每张大案左脚 接述着一方刻有大臣决赐名号的铜牌 按心一张上方精致羊皮纸 一方十艳 一支蒙田新笔 按旁 一支木炭火烧得恰好通红 又无烟的大辽炉 郑国低声问了一句 祖下以为如何 李斯由衷赞叹 简约厚重 庄敬宿目 天下第一庙堂也 秦王驾到 白发苍苍的给士忠 从平后走出 站在王台一声长呼 见过秦王 大臣们整齐一拱手 都有些惊讶了 年轻秦王今日全赴冠冕 头戴一顶没有流苏的天平冠 身披积司加之 瑟瑟齐光的黑斗篷 一身软甲 腰悬一口特质长剑 凌凌之气 颇见肃杀 身为秦王此等装束 原不足其 然在这个素来不看重城市 而将求时效的年轻秦王身上 此等礼仪装束 实在罕见了 诸位入座 嬴政一挥手 自己也坐进了王安 李斯是没有执掌 没有爵位的克卿 畏惧西南角的最莫习次 摇摇看去 秦王似乎展开了一卷竹简 看着片刻又抬起了头 接着浑厚清晰 而又咬字极重的秦人口音 回荡开来 诸位 秦国饥荒之威 夜已度过 郑国曲 大见成效 秦国元气 正在恢复 当此之时 整肃朝局 为第一要务 说的几句 嬴政似乎觉得大臣们 听得不太清楚 摘下长剑 站了起来 走到王劫前 目光炯炯地扫视着 正今危坐的大臣们 本王亲政三年有余 先逢动荡于波之乱局 再遭跨年大汉之激谨 内外大政 均未整治 目下秦国大臣 目下秦国大局稳定 本王整治国政 自今日一时 十二名大臣 一口同声 君上明断 谋事在人 谋事在人 成事 亦在人 诸位 既无异议 先定枢纽人士 如何 臣无异议 十二名大臣 又是 一口同声 好 本王先行申明 要之临选 当以工业为根基 然则 秦国未曾大举 臣下大功一时 无从确立 凡聚国事 又得有人担责 为其如此 本王之义 出定要之人选 据以甲职代数 疑似 公业立定 而后 正位定决 其间 若甲职者连续三番大错 才不当其位 立即离职 此法诸位 以为如何 臣无异议 十二名大臣 一口同声 如此 本王宣誓 大为人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